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底下一段 众苦这 苦以鼻脑为一 这个鼻我们今天讲压力 常常听人家讲压力太大了 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精神的压力 环境的压力 给你带来的烦恼 脑海 苦死中毒 这个世界哪有落点 我们看到 在这个世界 有地位很高的 做总统过往 由拥有财富 大企业家 拥有 亿万财富 百亿万千亿万 这些大企业家 他们的日子好过吗 实际上讲不好过 为什么 烦恼太多 患得患得患得患使 它的欲望 没有止尽呢 永远没有止尽 越多和越想读 得到的又怕失掉 所以他的日子并不快乐 很苦 我是在最近这几年当中 参加联合国的和平运动 也认识了不少 专家学者 这个学会所谓高层的人士 接触到我 我了解他们 因为他们遇到我 别的他不懂 他不会问 他看到我这个形象 他问我 他问我 你是怎样保养身体 这标签在外表 看到我一天到晚 笑眯眯的欢欢喜喜的 好像一点压力都没有 一点忧愁都没有 我说是的 我没有压力 身心都没有压力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他非常羡慕我 问我养身之道 我说我很正常 很平常 吃的是青菜豆腐 六十年了 一生不生病 年岁虽然大了 体力一切都很正常 对他们很羡慕 怎么样养身 放下一切 问题去解决 他放不下了 做官的人地位放不下了 发财的人财富放不下了 他有忧虑 他有压力 我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有啊 人生最高的享受 不是有地位 不是有财富 那是什么 是清净 平等 具 就是经体上 不过字 那是最高的享受 清净心 神智慧 不生烦恼啊 对于世出世间 一切法 通达 明了 他怎么不自在啊 怎么会不宽乐 尤其结束了大臣 了解化脏世界 了解极乐世界 知道怎么 知道争取得了 不是假的 我们把方向目标定在这个地方 一点都不迷惑 我们有我们一生的道路 不贫不歇 决定可以到达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清净阿弥陀佛 世出世间 还有彼得快乐的 没有了 呃 饭 饭 verdade 优优匙 不仇 摇 山 无 民